大家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我是主持人王浩王 今天的活动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华中科技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北京邮电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联合主办的文化系列活动的第二场 上次的讲座非常受欢迎 今天的讲座将继续深入了解 Huntington Library中的中国园 也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刘芳源 今天讲座主要有两大部分 首先是我们熟悉的 Huntington Library发展部的高级专员王凡 他将为大家揭秘刘芳源 见到过程中的背后故事 随后我们有幸邀请到刘芳源 助援艺术家唐庆年 他将讲述如何将刘芳源中的美景 变成一幅幅泼墨古画 同时他提显的点额和银帘中 又蕴上的哪些诗情画意 活动最后 还有大家很感兴趣的有奖问答 将会送出两张Huntington Library的免费文票 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活动吧 首先有请王凡为大家分享 美丽的刘芳源 欢迎 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 我们是主要来聊一聊刘芳源 那刘芳源这个名字呢 来自曹植洛神附中的诗句 《不横薄而流芳》 形容呢 是洛神走过渡横草中 带起枪气流动 那刘芳源第一期工程 在2008年文工并向公众开放 而事实上呢 早在1990年代 Huntington的董事会 便产生了修建中国园的想法 因为南加州呢 拥有着大量的华人群体 那Huntington呢 希望通过中国园项目 向华人社区 伸出橄榄枝 让大家得以更多的走近 了解Huntington 那很显然 他们做到了 在中国园 自2008年开放以来 入园人数逐年增加 比之前增加了不止一倍 那会员人数 现在已经达到了7.5万户 那说到这里 我突然很想念我们的园子 不然我带着大家去看看吧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园 很多朋友 我们应该已经来逛过中国园了 但是还不知道 扩展的新园区 是什么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园中的很多景点旁边 都能看到这样的QR code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再选择相应的数字 就可以收听到这一景点的导览 那导览有英文 粤语和普通话可以选择 这里是极限院 是整个园区最大的广场区域之一 也是文化中心 这里相邻清月台和笔画书房 那观众可以坐北朝南 做客欣赏到清月台中的演出 坐南朝北 则可领略笔画书房前平台上的表演 极限院中有几块大型的石雕 非常有意思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每一块石雕上的植物 组合在一起都表达着各种吉祥的寓意 比如这个最右侧石雕 雕刻着海棠 玉兰和牡丹 取玉兰的玉和海棠的糖 而牡丹则是富贵花 所以表示的是玉堂富贵的意思 中间的这个石雕刻有芦苇 白露和莲花 以为露露莲科 那左侧的这个石雕有桂花和桃花 以为贵寿无极 此处建筑名为笔画书房 取自典故梦笔生花 这里设计成明代文人的书房样式 一应承受物品呢 均代表着当时文人雅式的日常 那在这里游客将身离其境地体验 古台文人的生活 以笔墨指宴为伴 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 这里的物品均可让游客直接使用 而流方圆的精药所在 则是将整个汉廷顿都浓缩其中 汉廷顿本身是图书馆 艺术馆和植物园 而中国园呢 特别是笔画书房 正式将这三大部分完美的融合品呈现出来 绕过笔画书房 进入眼帘的是这个雅致精美的庭院 取名为艺院 这里是寓意斋 是用来展出中国艺术品的展览馆 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们首次展览的开幕延期到了2021年 也就是明年的5月份 那寓意斋将会是传统中国原文艺术和文化的体现 又是展示现代艺术的平台 寓意斋的首展将会展出流方圆中 这些由当代知名书法家 艺术家提显的匾额和迎联 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 叫做环翠阁 是中国原新建成的餐厅 也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要等到明年5月份再开放 那我们现在的餐厅区域的 活水轩以及玉明堂呢 原本就设计为茶室 那之后也将回归为茶歇之处 这个用餐的庭院名为一商一勇 取自古代传统习俗驱水流伤 因其林靠园中的幻花稀而得名 古代文人聚集西边 将酒杯放入水中顺息而下 酒杯到谁的面前 谁就要赴诗一首或吟唱一曲 这也是文人特有的娱乐方式 这条长廊叫做舍曲 涉猎有趣之处 而这里也确实非常有趣 有造型各异的漏窗 和这棵硕大的 有着上百年树林的橡树 其实这是两棵橡树 在机缘巧合下长成了一棵 在我们动工前 专门请来专家估值 最终评估这棵橡树 价值200万美元 园区呢有一部分还在施工 没有向游客开放 长廊上有个门洞 那我们从这里悄悄地看一下吧 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 还在动工的区域呢 是采药谱 将会种植多种中草药药材 和传统中式草本植物 那围绕着采药谱呢 我们会开展相关话题的 讲座及科教活动 我们再去另外一边看一下吧 这边是宝花坡 是西部园区的入口 那顺着坡道呢 一路上行 便会进入到展示 盆景艺术的园区 翠玲珑 有这几座小亭和长廊组成的区域 叫做胡天 人自一个传说 费掌房是一个小镇普块 他发现一个药店老板 每晚都消失进一个葫芦中 其实药店老板是仙人所画 看费掌房发现此事 便邀他一同进入这个葫芦中 那这里呢自有天地 还有一个永不见底的酒壶 费掌房便与这位仙人 在此彻夜饮酒 逍遥自在 盆景就像是被施展了 同样的仙树 将整片的自然之景 浓缩至一尺盆中 在这里 盆景被展示在 白色墙壁的前面 如同背景是一张 偌大的白色画卷和圈纸 而盆景则变质成 圈纸上的山水画 在欣赏这些盆景的时候 您同时也可以注意 那些头彻到白墙上的影子 加入些许想象 这些影子犹如一幅幅水墨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停变化 而紧挨着翠玲珑的呢 是中乐台 顾名思义 取自孟子的名剧 独月乐不如众月乐 而这里 也正是为了举行大型活动而建 非常适合户外的音乐会 话剧等等 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 而我们也在积极筹备中 等到疫情结束 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现在来到了望兴楼 从这里可以俯瞰着 印方湖及盐湖的亭台楼宇 抬眼远眺呢 就是胜到盖博山脉 那望兴楼因为 其遥望对面山上的 威尔森天文台而得名 那这个天文台是 1904年由天文学家 乔治海尔创立的 海尔曾经是 亨廷登先生的好友 并且劝说他将这个私人庄园 变成公共机构 他站在望兴楼上 俯瞰着整个中国园 如梦如画 好欢迎大家回来 那希望这一小段视频 让去过的朋友呢 唤起你们一些美好的回忆 给还没去过我们中国园的 这个拓展工程区域的部分呢 的朋友呢 一个大概的印象 那刚才呢是我们说到 就是早在1990年左右 亨廷登 便开始策划中国园的项目 那而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呢 就是Jim Fosome 这位就是我们的那个植物园 亨廷登的植物园园长 Jim Fosome 那大家通常 大家看到他的样子呢 就是右边的这个照片的样子 总是跨着一个照相机 到处拍照 那他本身呢 是一个研究兰花的植物学家 在德州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 那1984年便加入了亨廷登 在这30多年的亨廷登的工作中呢 Jim呢 一直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着实的人 那他也非常的博爱 热爱各国文化 那在最初有中国园想法的时候 就是当时呢 就是没有人特别的了解 如何建造中国园 那Jim呢 便找到Huntington附近一些有影响力的华人 让大家群策群力 多方打听相关的资源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张照片啊 就都是2007年左右的时候呢 第一期工程 刚把几座桥搭建完成 那沿湖的区域呢 也才是初建雏形 那Huntington方面呢 也是直接给中国建设部写了信函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建议 那很幸运的 政府对于这个项目非常支持 为Huntington牵线搭桥 联系上了苏州园林设计院 那苏州园林设计院呢 一直在做苏州园林的研究和维护工作 确实是最权威的苏州园林建造机构 设计院也是抽派了精英团队 为刘芳源做了整体规划设计图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那其实所有这些建筑呢 布局呢 早在20年前就设计好了 那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呢 就是20年前的这个 设计效果图 那更为可贵的是啊 在刘芳源开始建设的初期 Huntington高层 来到中国考察的时候 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钱齐琛和吴仪的接见 可见当时国家对于 中国园项目的重视 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李兆兴 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呢 还彻底造访了Huntington 来参观就是刘芳源的 园区建设工作 那整体刘芳源的修建呢 分了三个工期 那从2006年到2020年 第一期工程的是修建了3.5英亩的占地面积 包括六座砖瓦屋顶的亭台楼阁 一条沿湖而见的长廊 以及一座通往日本园的西水峡谷中的茅草亭 那每一期工程呢 实际上都要从苏州来50多名左右的工匠 在Huntington施工六个月 在修建过程中需要中美双方的工程团队一起合作 即使语言不通 大家也是在整个过程中解下了深厚的有余 那这张照片呢 是当时工程团队的这个大合影 在2008年9月的一天 洛杉矶地区呢 被大雾覆盖 这么浓的雾也是极为少见 而当时的中国园被隐没在雾中 景色更是仿若进入仙境 幸好我们那天 有摄影师入园帮我们记录下了 这难得一遇的瞬间 那也幸好当时刚修建完成 那园子里的树木不像现在这么的繁茂 那浓雾之间还是可以看到这些平台楼阁 那这要是放到现在 恐怕就只能看到一片茂密的树叶 那包括这张照片里的这棵柳树 当时是小小的一棵 十年过去了 现在大家再去这个地方 那基本上都被这棵树给覆盖上了 刘芳源呢 之所以能够保持他苏州园林的原汁原味 不光是由专业的设计师对园林进行整体规划 更重要的是对细节的把控 包括所有的砖瓦窗林 甚至是木柱都是在苏州制造 在运来美国的 那刘芳源中的太湖石也同样是采自太湖地区 我们整个园区大约用了900吨的太湖石 那光是一期工程 运输这些建筑材料就用了100多个集装箱 那之后的两期工程呢 又各运了50多个集装箱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边 就是我们建设的时候 一片全部都是这种建筑材料 都是从苏州啊中国这边运过来的 那同时呢 每期工程都要请来苏州的工匠 在现场进行为期六个多月的组装搭建工作 而其中更是涉及到很多快要失传的 传统中式建筑建造工艺 流芳园中的建筑啊 不光是完美复刻了苏式的建筑 更是符合加州所有的建筑规范要求 包括抗震的要求 那这对于中美双方的建筑师 设计师都是一个挑战 在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 流芳园中的建筑都是钢结构搭建的骨架 那在由工匠们在此基础上凋梁化动 掩盖钢就是这个钢骨的坚硬 回归江南的秀美 那给大家许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照片 你能猜到现在这是园中的哪个景点吗 大约看起来像个厕所卫生间 那再给你换个角度看看 是不是就更像卫生间了 其实啊 这是现在的瀑布流芸秀 在水泥建筑的基础上堆砌太湖石 再用还养树枝加固 我想下次大家再走过流芸秀 想起这个水泥架构 那可能心里会觉得格外的安全 那就连这块园区内最高的太湖石 名叫补天 那它同样也能够抗八级的地震 那大家听到补天这个名字 肯定会很自然的想到女娲补天的典故 而在这个典故中 女娲将天空修补如初 但最终仍有一块缺湿 但我们相信呢 缺湿的这块补天石 就是流芳源中的这一块 那面对这么一块巨石 如何头重脚轻地树立起来 还又要抗震 着实是费了一番功夫 安装补天石的照片呢 我现在没有找到 但是呢 我就用我们最新这一期工程里边 同样有一块这样的巨石 巨型的太湖石 绣云的安装过程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将巨石的内部 从上到下钻通 再插入一根直径 大约20厘米的钢筋 钢筋和巨石间呢 是用缓氧树枝填充粘合 缓氧树枝干燥后 我们用吊车将巨石吊起 再将底部的这个钢筋啊 插入地面中 事先浇注好的水泥基座里边 那水泥基座中间呢 预先留有了和钢筋形状大小一致的孔洞 那随后我们再开始左右旋转 调整巨石的具体朝向 而最终的朝向呢 是由苏州工匠们来决定的 那最后呢 再向钢筋和水泥底座间 灌浆固定 刘芳园里的每一处亭台 溪水小桥建造起来都不简单 那但是我们相信 只有这样把细节做到极致 才能为大家呈现出 现在这个令所有南加州华人 为之骄傲的中国园 今年10月初呢 我们的中国园的扩展园区 向公众开放了 那现在呢 刘芳园整体的面积达到了15英亩 成为了中国境外最大的 中国传统园林 那整个建造工程 耗资的是5400万美金 那全部是由私人基金会 和个人公益捐款资助 而得以让这个项目启动的 是1999年Huntington收到我们 Board Member Peter Panikker 留下的1000万美元移产权助 那作为呢 中国人的启动资金 根据Panikker的遗嘱 其中500万用于流芳园的建设费用 另外的500万呢 是设立为维护基金 用于雇佣园丁 保安和各种维护费用 那光是第一期工程 就需要2000多万的预算 所以呢 除了Panikker的遗产 仍需要大量的捐助 那这时呢 Huntington的发展部 也开始了为中国园的社会 筹款活动 邀请当地华人华侨 一同支持这个项目 虽然当时的中国园 远没有现在这般精美和繁茂 但是大家依然可以看到 中国园的潜力 并深深地爱上这里 最开始的一批捐款呢 更多的是来自已经长居美国的华侨 因为他们深受美国公益文化的影响 在工程名就后呢 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回馈社会 随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新移民 投身到公益事业中 那同时呢 我现在也是欢迎大家 今后可以参与到 捐助中国园的公益活动中 那捐款1万美元起呢 便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中国园捐赠者容易墙上 永久留名 那10万的美元以上呢 可以在园中选择相应位置 永久留名 那为您的子女和后代 得留下一份传世的荣誉 我也是很高兴啊 有这样一个机会 向大家介绍我们中国园 这些背后的故事 那现在我们园区整体建设完成了 也向公众开放了 那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因为我们想做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公园 我们更希望就是搭建的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 那借助这个平台 我们在不停的探索着各种可能性 那今天呢 我们就很有幸的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园2019年度驻元艺术家 汤青年先生 给大家呈现一个艺术员 呈现一个艺术家眼中的刘芳源 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唐先生 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邀请我到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的感想体会和这个和我的想法 那这样呢我就直接就开始说了啊 这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涵 我呢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一些 可能都是一些很狭隘的想法吧 现在 这个新元新元区开放以后呢 有一朋友就打电话问我 说你我们看你那地方有你签名写的字 这字是什么呢 后来呢他就发给我一张照片啊 我说这个呢是写的我有信呢 就给这个这个刘芳源的新元区啊 有几个地方写了点赞 这上就是翠玲珑三个赞 这个是翠玲珑是他们的彭景园区 这个彭景园区里头这个有还有很多 还有别的赞 就在门口就立着这么一块石头 他们刻了这三个赞 这个字体呢 是属于汉代的一种 汉代的一种字体 叫这个 就是他叫做 鸟虫传 传统的鸟虫传上面还有点什么 鸟头啊 鱼尾巴啊 什么虫子的这种造型 但是我这个是简化了 在汉朝这个字呢 比较多的用在这个 当时的印章上 所以这个 用的是这样一个字体 可能呢 我想 会稍微有点别致吧 那 就朋友就问我 你这翠玲珑是什么意思呢 我得说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选择这个 嗯 什么 选择什么字不是我决定的 嗯 但是呢 我知道他这个字呢 是从哪来的 是从这样一首诗当中来的 这个诗呢 是秋色入林红暗淡 日光穿竹翠玲珑 这个诗啊 是宋代一个叫书顺青的人写的 他呢 是写在 苍浪亭里头的 他在苍浪亭 就是怀念他的一个朋友 这朋友叫冠芝 这个 这这两句呢 非常有意思啊 是实际上就 是一个 是一个 连句 所以呢 很多人就把它写成对联 你看秋色 日光 是 入林 春足 红的 脆的 暗淡 玲珑 所以是非常 嗯 正好是对上了 那这个 苍浪亭和这个 书顺青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啊 这位 这位大文大文人啊 是苏子美 在那时候啊 他 呃 被贬值 呃 很不得志 就跑到了 就在这个苏州呢 就 就就就就转悠 然后就 做了这个 园子 就买了这块地 造了这园子 这个 这个呢 是现在目前 现存的 呃 最早的一个 园林了 这是苏州 最早的一个园林 叫 苍浪亭 这个苍浪亭呢 非常有意思 你从这窗户外 就可以看到 的确是翠玲珑 而且 它在建筑上 还是有讲究的 它 这个建筑啊 两边都是植物 而 这 这三个房间 是 用这样一种形式 串在一起 所以这在 在中国的建筑史上 也还是一个 有名的 建筑 这个 里头就有一个亭子 就叫苍浪亭 然后呢 这旁边呢 还有一份 很有名的对联 你看这张 钦峰 是吧 咱们来看看 这幅对联 它是叫 钦峰 明月 本无价 近水远山 皆有情 这两句 这个对联呢 是分别 从两首诗里头 这个集出来的 这上联 钦峰明月 本无价是 这个 苏顺青的一个好朋友 欧阳修 写的诗 这个就是 苏姿梅寄给我 这个 苍朗银的诗 邀请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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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就写到了 钦峰明月 本无价 他后面 可惜只卖四万钱 可见四万钱 在当时是 还是很便宜的 就是很 这个有 是一个姓钱的人 留下的一个 一块荒地 这个 这位苏姿梅呢 那个时候呢 贬值了 就 想找一个地方啊 亲近的躲起来 就 找到这 就看着 这块地方不错 三面 浑水 一面淮山 所以他就说 那我就买下来吧 就是 还很便宜 正好他也 那时候也很潦倒 所以就四万钱 买下来了 这位 苏顺青呢 在 曾经还写了 另外一首诗 这 诗里头 就有一句 叫 近水远山 皆有情 所以呢 这个 近水和 清风 明月远山 这个 本无价 皆有情 也是 正好是一幅对联 对得非常的工整 这就成了 这个 对联就是 成了一个 流传很久的 一个 一幅对联了 这个是 流传非常广泛的 这个 如果说 说到 诗 说到对联呢 我想 我想应该 要提到 另外一个园子 这个园子呢 不是在苏州 是在 绍兴 叫 沈元 沈元之所以 有名 是因为 他里头 有一个 传送 很广的一个 爱情故事 是 大诗人 陆游 他 这个应该是 很多人都听过了 就是他 他老婆 他老婆叫唐婉 跟他婆婆 不对付 就跟陆游的妈 不对付 然后呢 就逼着陆游呢 离婚了 就给 把这老婆给休了 几年之后呢 这个陆游就 来到这个沈元 沈元是一个姓 沈的人家的园子 所以他 他不是主人 他就在这玩呢 但是就想起来 他当年和唐婉 一起在这个园子里 这个游玩的 一些场景 于是他就写了一首 很有名的词 红苏手黄藤酒 满城春色 宫墙柳 东风厄欢情包 一怀愁绪 几年理所 错 他很后悔 不应该同意 他妈的这个 这个建议 这个这个要求 春如旧 人空受 泪痕红 以娇嚣透 桃花落 闲池隔 山蒙 虽在 锦树 难度 他很想给唐婉 再写封信 但是呢 还是别了 唐婉这时候 已经驾人了 第二年 唐婉来到 这个路由 就把这首词呢 就直接写在了 那个 沈元的墙壁上 第二年呢 这个唐婉 也到这来 就看到了这首词 于是他也贺了一首 世情包 人情恶 与颂黄昏 等一下我看啊 这应该能看到 与颂黄昏 花一落 小风干 泪痕残 欲牵心事 独语 邪蓝 难难难 人成各 金飞佐 病魂 长寺 秋千索 脚身寒 夜蓝山 怕人询问 眼泪 妆欢 满满满 这个词写得 非常的好 也 也就 这首词 也和他名字一起 也流传下来了 没有过多久 唐婉呢 就死了 所以 这个 这个沈元呢 现在呢 在后来早就不存在了 到八十年代后期 人们因为 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对这些词感兴趣 所以呢 就在原来 就考据出原来的地址 按照当时留下的一些资料 重新建造了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沈元 而且呢 金人好事呢 就把这两首词呢 还把它刻到了墙壁上 这不是当时的啊 这是现在人弄的 这个陆游啊 对这个 对这个沈元呢 是非常有感情 他一辈子 为他和唐婉 和沈元的这 这样一段 这个 感情啊 写了很多的诗词 这是四十年以后 他写了两首 城上斜阳画脚哀 沈元恢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第二首词 梦断香香 梦断香香四十年 沈元流老不睡眠 此身行作积山土 游掉一宗溢血 陆游写了很多 这个写了很多 一直到他路由活到八十五岁 直到死之前 还有还有诗 这就不多说了 就上网很容易找到啊 说到诗词呢 有一幅对联 一定不能够错过 叫做爽戒清风 明戒月 洞关流水 进关山 这个戒字啊 在园林当中非常重要 就是 叫做戒警 就是通过一个窗口 通过一个门洞 能够把另外一个部分的景色 纳入进来 这叫戒警 所以这个在园林建设中非常重要 他这个对联呢 是清代 这个叫赵之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人写的啊 所以他不是光是这个戒警了 他连风月都戒了 爽戒清风 明戒月 洞关流水 进关山 这个地方在哪呢 这个地方 这一个对联 是在 叫做一个亭子 叫做 吴竹幽居 幽名 月道风来亭 这个亭子的外观一看 是这样的 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啊 咱们这个流芳园里头 也有这么一个亭子 也是在一条廊子旁边 有这么一个亭子 然后这个亭子呢 也是四面都有一个圆洞 一个门洞 但是这个亭子呢 就 不叫这个月道风来了 叫御进台 另外当然了尺度啊 什么比例啊 造型啊 都略微有点不同 但是基本上 是这样的 刚才说的那个古代那个亭子呢 是明代的一个园子 那个园子名叫 桌正园 这个 咱们这个流芳园 很多东西都是从 都是模仿桌正园做的 刚才那个亭子 还有 还有那个九曲 九曲桥 还有那个 这个石芳 就都在 都能在这个桌正园里头 找到原型 来 那我呢顺便呢 再这个 卖弄一下 我在我帮刘晃元写的对联啊 这个这也是他们出的题目 当然我呢 照办 这个这一部对联是非常有名的 一部对联 叫石雅何须大 花香不再多 这是清朝 这满桥 写的对联 清朝一个很重要的文员 他是江苏人 他但是呢 他在 呃 违访 做做 做一个 县令 他这个是 很有名的 他写 石雅何须大 花香不再多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新 做的这个餐厅 就外面呢 也有我写了一部对联 这前两天 前天 还是昨天 有一个朋友 打电话 他们几个人一块在那看 说这个 这个对联是写的什么呢 上联 他说远看 是颜笑 近看是苦笑 其实呢 颜笑是对的 叫颜笑放怀 于竹石 春秋 假日 共无伤 这是 清代 另外一个 画家 叫金龙 写的 这个对联呢 有一点 可说的就是什么呢 颜笑和春秋 是对的 仪和共 是对的 竹石和胡桑 也是对的 就是放怀和 假日 有一点 初看 有点不对 因为放怀呢 给人感觉 是一个动兵结构 是 这个 开放 自己的胸怀 这样一种 假日呢 不是 假日是 形容词来形容 这天的天气 所以呢 可是呢 换句话想想 这个放怀 如果说你说 它是一个 很放松的心情 这样解释呢 也能够通 这种对 这种对联呢 被认为叫做宽队 严格对让的 叫攻队 这个是宽队 稍微的有一点点 绕个弯 还是对的 另外这个对联 还有一个可以说的呢 就是对联 我们都知道 上联应该是 这声结尾 而下联是 平声结尾 上联 这声结尾 这个时 按照咱们普通话来说 是第二声 是阳平 它是平声 那怎么能够是 这声呢 这个就是 古音和 现代音的不同了 咱们普通话里头 现在 古音是 平赏去入 那现在呢 是阴阳赏去 咱们普通话是 阴阳赏去 没有入声字了 入声字呢 在广东话和 上海话里头 还保留了 在很少量的 湖北话里头 也还有 也还保留了 很少量的一些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可以说的 就是它也是对的 这就是题外话了 金农和这个 和正板桥 他们都是属于 扬州八怪 当时扬州有 有一个画派 叫扬州八怪 这个八怪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 是说有八个艺术家 都喜欢搞怪 然后呢 就被称为八怪 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 丑八怪 所以呢 就是一大群人 所以很难 就没有定论 至少是有八个人 好像呢 还能够再多几个 我呢 就是 因为刚才说到的 那个餐厅 那个 这个就是刚才 这幅对栏 挂的那个餐厅呢 需要他们就是 他们计算以后啊 那个餐厅呢 人排队等食物啊 大约要等七分钟 所以他就希望呢 人在等的时候呢 不至于太无聊 让我呢 做几个视频 放在那呢 让他们可以看 所以呢 他给我要求就是 做五个 四个呢 是春夏秋冬 然后呢 再加一个 是竹子 就没有季节的 这五个 加在一起呢 就是 现在我们看的 就是我 现在放到网上视频 是四十分钟 是把这五个 加在一起了 然后中间有一些 连贯的一些镜头 加在一起 变成四十分钟 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就是 这是在 大概是在前年年底的时候 拍这个芭蕉院 外面这一棵梅花 梅花 这梅花上面 结满了花苞 但是还没开呢 就是有个朋友过来说 哎呀 你拍这个 门口那个 有一朵花 都开了 他说的是这个 但是呢 所有的花 都是低着头的 很奇怪 他说这个花非常香 这是辣梅 辣梅呢 是最早开的 黄色的是辣梅 说这个 特别香 但是呢 都是低着头的 我呢 这时候就想起了 两句诗 这诗呢 是又是正版条 刚才说的正版条 他写了一幅对联 实际上是 虚心竹 有低头叶 傲骨梅 无仰面花 所以竹子是 中间是空心的 他说 只是虚心竹 相当 他把这个 这个竹子和梅花 实际上都女人化了 是人虚心 但是呢 有低头叶 有虚心 请教的这种 态度 傲骨梅 这个 人 就古代文人 非常讲究 这个有傲骨 绝不仰面求人 所以就 傲骨梅 无仰面花 在中国古代 这个诗词里面呢 他就有 这个 就蕴含了 这样 这样一些个内容 他除了 表现以外 他也表现了 这个文人的 一些 情操 所以 园林 是有很多的 诗词的 对联 所以去 逛园林呢 一定要 读里面的 这个 对联 园林是古代 文人的后花园 和古代文人的 生活形态呢 是有紧密联系的 他们 首先一个 是想 逃逸 现实生活的 朋友 排解 官场 失忆 所以不完全是说 他们有钱了 就把自己 园子 造的很美 很多的情况下 就像前面讲的 苏子美一样 他就是 恰恰是在最烦恼的时候 造的这个园子 在这个园子里头呢 他不是真的 寄行真的 大山大水 而是把 山水放进了 这个 自己的家后院 然后寄行山水草木 追求与大自然融合 天人合一的境界 他们对这些自然景物 观察的也非常细 就像 刚才这幅对联 这个 虚心竹有低头 也 傲骨 梅舞 养梅花 这种 这种观察 也非常细 同时 他在这里头 也假借 山水草木 这个 寄予自己的 风骨 表达自己的情操 所以 园林 本身 就是具有 诗的灵魂 这就 说到我们今天 讲的这个主题了 这个当时 要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中国人的园长 这个 普向荣先生 他是 他是 这个 应该算是 白人或者是 犹太裔 他给我 发了一张 这个 电子邮件里头 发了这样一张画 他说 这张画呢 这是一个四条平 他说 你 站在画前 凝神的 看的时候啊 你仿佛觉得 这个画在动 的确 这个画呢 是正版条画的 画的 竹子啊 里面是 远山烟蓝 所以 仿佛这个 有烟雾在 竹子中间 缭绕 流动 所以他想要 表达这种感觉 那么我的 这个视频呢 也就试图去 表达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呢 也是变得 视频整个节奏 要非常慢 如果大家在那排队 你就弄一个 很快的东西的话 他就会觉得 怎么 我等了这么久 很慢 也许他会觉得 时间 过得 快一点 那么现在请 给我放一下 我们现在要看 40分钟 是不可能 有一个短的 一个 一个 trailer 给咱们 看一眼 工作人员 请麻烦 放一下视频 好 在等待视频的时候的话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打在 对话框里面 我们工作人员 正在准备视频 请稍等 唐老师 麻烦您 现在 停止一下 您的视频共享 停止我的视频共享 我应该在这儿 我应该在这儿 请检查看 在每个人 那么即可 那么 通代 途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唐老师提醒您一下您现在是精英的状态 在同时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那唐老师再提醒您一下您现在把您的那个麦克打开一下 开了吗现在 我开了现在应该有 现在可以了 好 这个现在 我现在有一点麻烦是我要退到 我现在这个 Mouse不听我画了 Mouse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我退一下 回到第一 为了这个拍这个呢 我是这样想 就是要有这个 中国水墨画的感觉 所以呢有几个方面 第一呢是要尽量多的白就是 空背景 这样才有 然后呢要网上 写一些诗句 这个诗句呢才这个中国古代这个提画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的部分 它是会是美术的部分也是文学的部分 提画诗是很早就有 但是网画上提呢大概是从宋代开始 那这个网画上提诗呢是这个被认为是在 这个在明清的时候是一个文学高峰 一个小小的高峰 好 第一个 这个这里头提到这个诗呢是明代的著名画家叫徐卫 徐卫呢也有人把他说成是这个中国的梵高 因为他也把自己耳朵割了 他也这个有点有点神经兵 有点神经兮兮的 他画功五笔抹 各自写青天 画功就是说造画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工作啊 不需要用笔和墨 他用 然后各自写青天就是因为画竹子的时候啊 把竹叶啊就把它变成了个子 用各自这个重叠的各自来画竹叶 各自写青天 这是这是他的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就放在这个里面了 这这个呢是 真正的绘画作品 真正的绘画作品 哎呀这个 这个 这个又不对了 又不对了 又不对了 还得退出去 这个又不对了 就在这儿 应该是 再来啊 这个苏东波的诗 就是 竹崖桃花 三两只 春江水暖鸭千只 所以拍这个呢就 一定要有这个桃花 才能表示是春天 然后呢 一定要有鸭子 才春江水暖 所以这个呢也是费了点劲 因为鸭子不听我的话 他愿意往哪 我就得追着他 拍 好 这个呢这一张呢这上面提的是 等贤十的东风面 这个诗是很有名的 人都知道等贤十的东风面 下一句就更有名了 万子千红总是春 那我们就不 不用把这个春字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这个诗的人 一定会想到万子千红总是春 这个呢 是这个 这又是徐卫的了 画的是牡丹 但是呢他没有画成这种红红绿绿的牡丹 他画的是一个水墨牡丹 提的这个诗也非常有意思 我学蓬成写碎寒 我学另外一个人写碎寒 但是呢 何元春花 呼黄潭 花都不灵了 他说这个 正如三醉 岳阳客 这个 十访青楼白牡丹 这个青楼白牡丹显然是一季明 然后就 但是他就是一语双冠吧 然后这个 这一个 是叫做 怨亲不速鸟生来 这也是我在 我不记得在哪个园林里头 把它抄下来的 前面一个叫窗破 长牢猪王捕 古时候的窗户不是玻璃的 是纸糊的 破是很容易的 破了的地方呢 常常就有猪王 蜘蛛王去给他补上了 所以这个长牢猪王捕 怨亲不速鸟生来 院子非常的安静 我没有邀请那鸟 但是他呢 他的声音还是进来了 这个呢 是宋代 非常有名的 这个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莲花 他的象征意义 就是出污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妖 所以这个呢 是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是文章的 这两句话呢 这几句话呢 写在这儿了 这个周敦仪 宋朝的 他这个 他写这个 荷花 其实写的不是荷花 是利用了 是利用了荷花的一些特性 表现的是文人 他们自己的 节操 我是出污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妖 那这个呢 是 映日 是根据这个 这两个字 是 是这个 根据这个 杨万里的 映日 荷花 别样红 这 非常有名的诗 就他 这个画家 这是画家 潘天寿 画的这张画 这个 这边 他这张画呢 我 我把它 用过来以后 我把 这边的 原来的画 出现之后呢 变成了 拍摄的 这个荷花 放在这儿吧 然后呢 逐渐这边在演去 如果说 能够 看一下您视频 就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了 就是 所以有大量的空白 有题字 让他有这个 水墨画的感觉 还是荷花 这个 这一幅对联 这个污泥岂能染 香淡远亦清 这完全是从 刚才那周敦仪 那文章里头 套用出来的 这幅对联 现在就挂在 汉林顿 汉林顿有一个地方 叫爱连线 爱连线 朝着湖的那边的墙上 那个柱子上 就挂着 这幅对联 这个 污泥岂能染 香淡远亦清 这个是 这个 清朝的画家 他也是扬州 八怪里头的一个人 写的这个诗 收拾 收拾浮善 入小诗 也很有意思 这个 这个物景呢 也是 我一直想 找物景 一直希望能够拍到物景 就有一天早上 被我逮着了 这个物景只待了 这个物只待了 大约半个小时 就是这么浓的时候 大概也只有十几分钟 就是他 开始很大 然后后来风一吹 就散去了 所以这个被我逮着了 这个 这个 我永远很高兴 这首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石 这是文维的诗句 咱们在这个 在这流氓园的 那个 能够看到一个 一个 小小的峡谷 就会有这种 就有这种感觉 这个峡谷 对 这个 非常美 其实并不深 但是 你仍然有这样一种感觉 行到水穷处 就是水走到尽头 坐看云启石 幽窗 弦队 石林寻 这是咱们新区的 新的这个景区里面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景窗 景窗的 那一边 有一块石头 石头背后是 一棵大树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景区 这个景呢 这个窗户啊 在这个园林里头 非常讲究 这个他们有很多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造型的窗户 不同图案的窗户 同时也有些 窗户呢 又很强调这个景 窗户外的景色 这个窗户本身是 这个本身就很漂亮了 窗户欲露寒 这个有 古代有很多这样 就是古代人 这个面对很多东西 他能够 有一些诗情 出来 肖像黄叶 必幽窗 这个是清代的 这个 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词人写的 这是他怀念 他的王妻了 他的老婆死了 他很怀念他 谁念西凤独自粮 潇潇黄叶 必幽窗 沉思往事 立残阳 所以他就回忆了 他下半天 就是回忆他 当时他跟他老婆 两个人读酒 读诗 然后喝茶 这个互相 还把茶泼了诗 就回忆这个 这个跟那个 没有 跟咱们现在 没有太大关系 可是这句诗呢 非常的美 潇潇黄叶 必幽窗 这就到了秋天了 是不是 昨夜 下来 昨夜西风 凋壁树 这个诗 这句诗 也非常有名 就是被 王国为 说成这个 《学问的三境界》里面 第一个 昨夜西风 凋壁树 读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是说做学问 要必经三大境界 这是第一大境界 所以西风 凋壁树 然后这个是 墙根菊花 好姑久 这个是 这个里头呢 这个 为什么是墙根菊花呢 是因为 这个里面 典故是在陶渊明 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 采具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这个就是 东离 就是墙根啊 就是墙根吧 他就改了一下 好姑久 也是陶渊明 是有一篇文章 叫做这个 《五六先生传》 人们认为 这个五六先生 就是讲他自己的 他里面就说呢 特别爱喝酒 但是呢 家贫不能常得 他家里很穷 不能老喝 于是就有 亲旧知其如此 就是他的朋友 知道 亲戚朋友都知道他 就这个 治酒而招之 没饮折罪 就是他就把酒 摆好了酒 请他来喝 然后他每次都要 喝醉了 所以这个 菊花和酒 这个菊花旧酒 这个已经是 非常常见的 一个说法了 都是从那来的 还是菊花 这个地方是 菊蚕有有 傲双之 就是 这个是苏东波的句子 他讲的是 何尽已无情与盖 菊蚕有有 傲双之 一年好景 君须记 最是 城隍菊律师 他说的是秋天 说秋天是最 最好的季节 实际上他说的是 人生的秋天 人生在秋天的时候 因为大家觉得 何花也哭了 这个菊花也都 也都就 雕残了 但是呢 他还有傲双之 虽然老了 在环境已经 不好了 所以 中国文人在这里面都 放了自己的 这种 人格的比喻 同样是荷花 在 在 刘芳园里头 我们经常 我们不是每年冬天 都会看到 很多的荷花 枯了以后 仍然在那 池塘里头 站着 有一次就有人说 你看他们也不把 这个收拾了 然后这个呢 这个 这种抱怨呢 在一千年前的 唐代诗人 给了你一个回答 叫 留得哭和听雨声 所以 雨 雨声打在这 荷叶上的声音 也成了很美妙的音乐 这个诗是非常有名的 《只留亲戚满乾坤》 中国领导人 前不久还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亲戚满乾坤》 还引用过这首诗 这是 元代 一个画家的 也是他提在画上的 这个是宋代 《摇之不是雪》 唯有暗相来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白眉 所以你会觉得 它是很 它是这个 好像是很那个的 《摇之不是雪》 唯有暗相来 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这个 金东兴 金龙先生 他的画 这是他提在画上的诗 刘芳园里头 有很多的水仙花 现在呢 已经都长起来 还没有开花 等到 大概还得过一两个月 就是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春节前后 就会开放了 这个水仙 水仙花呢 被称为水仙 就是林波仙子 然后又有诗是 天仙不行地 且借水为名 水仙 这个是那个 那个峡谷下面的 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呢 叫做敌律亭 就洗涤自己的杂念的一个地方 非常 民族起得非常好 这个 你拍这呢 我就想到了 因为咱们流芳园里头呢 这个 这个是有这个 流水啊 这是在最下面的一段 上面 还有 有瀑布 还有水仙 所以 水深水浅 东西仙 云去云来 远近山 这么简单的东西 在古代诗句的时候 变得非常有意境 这个是从日本园 通向中国园 那个地方的入口 门 门洞上写的入圣 恰好 唐朝 也许是恰好 也许是他们在 造这个园子的时候 就有意识这样设计的 就有这样两句诗 入门 穿逐镜 留客厅 山泉 就入这个门的时候 旁边就是有竹子 然后呢 那旁边也就有水声 所以也是非常有意境的 一个地方 好 这个 就是 在视频里头 就是他 回 就逐渐就回到了 我们前面讲的 他给我看的那张画 就是那个四条平的 远山烟烛 这一句诗呢 也是郑板桥的一句诗 郑板桥那时候 在山东当一个小县历 然后他呢就是 听见这个竹叶的声音呢 他 郑板桥是个好官 是个小官 但是是个好官 然后呢 对老百姓的疾苦呢 很挂在心上 所以他是一枝一叶 总官情 就是 就是这些诗词呢 我希望他能够 让我们在 游览刘芳源时候呢 有这样一种 就是能够把他和 中国古代的文化 和这个诗词连在一起 来欣赏 来体会这个 中国园林的这个文化 内涵 好 那现在呢 我呢 这个 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 这个 PPT啊 是我 为 为这个 刘芳源的这个视频 专门做的一个 解释这里面 诗句的 这个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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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oint 那这个 那里面翻译 都是这个 朴向荣先生 就是馆长 他 把他译成了英文 译得非常的好 那最后呢 我就 希望大家呢 到咱们这个 这个 新区 这个中国人的新区 去看一看 这个 这个新区里头 这个 这个新区里面 最高的一个地方 就是望信楼 望信楼上呢 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这下面是 翠玲珑的 这个彭景园 整个这个园区 也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老的园区的 这个湖面的景色 远处这个 这个 像一个亭子样 这个是 汉天顿 老汉天顿 夫妇的 林木 在 在那个地方 在 寻山环抱之中 在绿叶 这个绿树 环抱之中 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的 然后远处 可以看到 山 那在这呢 最后呢 我就 用王安石的一首诗 送给大家 飞来山上千寻塔 魂说 鸡鸣 见日生 不畏浮云 遮望眼 只愿 身在 最高层 大家呢 有空 还是要去 这个 刘芳元 去登高望远 在咱们现在这个 这个 颇为不平静的时代 在这个 在 什么 留言 谎言 谣言 阴谋论 弥漫的 这中文媒体中的 从这里头 拖开出来 登高望远 这个 增加一点自信 自愿 身在 最高层 谢谢大家 我讲完了 好 非常感谢唐老师精彩的讲座 那我想大家也感受到了 这里风景优美 这里诗情画意 这里是Huntington的中国园 好 好 旁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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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进入我们的活动微信群 在群里面一一解答 然后我们在工作人员整理问题的时候呢 我自己作为一个粉丝呢 我想问一个问题 问下唐老师 唐老师 OK 我的问题是 唐老师的视频中的美景和诗句让人赏心悦目 我都特别好奇问唐老师 在您创作视频的时候 这些美景和诗句在组合的过程中 是先选取景色 再去寻找对应的诗句 还是先想到某个诗句 再去寻找景色呢 谢谢 这两个方面都有 这两种呢 但是主要的是从诗句 其实 就是这个 它的景色里头能够让我想到一些诗句 那我就根据这个诗句呢 要去 把这个镜头拍下来 比如刚才我们说那个 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是非常有名的诗句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在桃花开的地方 又有鸭子在湖里头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这个诗意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像这样的 还有有些地方呢 是不见得真的把诗写出来了 可是呢 是有这个诗意在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的镜头里头有一个是 这个黑白的画面 逐渐的就变这个绿了 这个柳树就逐渐变绿了 然后再接下来是云雾逐渐过来 这样一个画面呢 实际上就是 套用那个古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是风渐渐地把这个地方吹绿 是套用这个 所以 这个景色本身 让我想起诗句 然后我们就要去表现这个诗句 另外也有的地方是因为 比如说很多这窗户的景 我都是拍好以后 再找比较恰当的诗句来配上 因为那个扇形窗户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那一行诗呢 这个构图呢就觉得有点单调 所以需要有一行诗来把这个 很规整的这个图形给破一下 基本上就这样 好的谢谢唐老师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有请唐老师回答 是问园子里的梅花是什么时候开放 谢谢 园子里的梅花 大概在 12月份就会开放了 这个 进到这个园子里头 就是 你从正门进来的话 不容易找到 它侧面那个在那个 在有一个 在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花房的 对面 有一块地方 那个地方有辣梅 如果说你从那条小路走一走的话 你一定不会错过 因为那辣梅很香 然后呢 稍微晚一点以后呢 在 刘方元那两个大蛇子的入口的地方 那辣梅也会开 比那个门口的那个辣梅要晚一点 然后一直到2月份 都有 都有梅花 都有梅花 就是这个还挺长时间的 不断的有梅花 因为梅花品种不一样 所以它有开的时间不一样 好的 谢谢唐老师 那这位观众我相信 整个冬天都适合去刘方元 去看你喜欢的梅花 然后唐老师已经给您讲解了 如何能找到你喜欢的梅花 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是请王凡来回答 这个问题是 观众提问是 请问刘方元有没有特意 取自某一个朝代的风格 谢谢 哦好 收到这个 我们刘方元的话呢 其实主体呢是根据这个明代的这个苏州园林的风格建造的 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 在我们的笔画书房里面摆的这些陈设也是根据明代的这个文人雅 是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书斋的里面的这个样式来摆放的 嗯 好的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两位嘉宾一起回答 那先请唐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是 大家都想去刘方元看一看 尤其是听完今天的讲座 对象去看一看走一走 那什么时候去看是最好的 谭老师请您先回答 我这个问题可能王凡更容易回答 因为有一个每一个月有一天是免费日 嗯 还有呢就是他星期二是不开的 嗯 好的 那您能从艺术的角度来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去参观最好吗 嗯 这个其实四个季节都有都有很好的景色 当然景色是一个方面 就是心情 就是欣赏美景的这个心情更重要 你只要带有某种欣赏的心情 你会发现每个季节都有它的不同的美 春天呢是花比较多 从茶花 亨利顿茶花非常有名 种的品种很多 也种的非常好 然后呢你看梅花 嗯 水仙 这都都都很棒的 这个 然后呢夏天有荷花 嗯 现在现在那个睡联还还开着呢 所以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不同 你知道下雨的时候 雨中漫步也非常的精彩 而且那时候没有人 就游客非常少 可是你会在里面体会到另外一种味道 非常非常好的啊 所以其实什么季节都可以去 嗯 好的那一句话总结就是365天 哪天都适合去 那王凡您能再说一下什么时候适合去吗 嗯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唐老师说的哈 这个肯定是一年四季 呃这个景观不同 然后各有各的风格 然后呃真的是冬啊 春天的时候啊 就是花开的特别的漂亮 有很多桃花呀 粉红色的啊 然后白色的梨花呀什么的 当然是光花是最漂亮的 但实际上我个人哈 我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冬天 特别是叶子都掉光了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 现在园子里的这个树木 长得非常的茂密 呃 很多这种平台楼阁都被树挡住了 然后我建议大家等到了12月份 就是呃 深冬的季节 我们再去旺幸楼 你看到的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园区 呃 就是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呃 我自己的一点呃 小经验 嗯 好的 那王凡的建议就是说什么 哪个季节最适合去看 就是大约在冬季 就是我们已经到来的12月 到明年2月 顺便可以看看梅花 好 我们的问题呢 基本到这里了 我看到还有很多问题 不用担心 大家一会儿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 我想我们有热心的工作人员 会帮大家一一解答 如果大家解答不了 嗯 唐老师您说 嗯 嗯 OK 好的 好 我还以为观众要打开麦克来提问 好的 我相信我们热心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解答 如果你解答不了 那可能您要到游方员自己去探索你心目中的答案 好 那提问环节到这里了 下面就是大家等待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游讲问答 老规矩 我先说一下规则 首先呢 我会说出问题 接着说 开始 这个信号就开始 然后之后呢 大家可以打字在对话框 第一位 第一位写出正确答案的就是获奖者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的信号是开始 之前写出来的我们都不算 谢谢 为了提高大家的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我再提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奖品是什么 是主办方送出的两张Huntington的免费门票 我们一个问题送一个门票 所以会产生两位幸运观众 好 仔细听好 第一个问题 刘芳源现在的总体占地面积是多少英亩 开始 单位是英亩 请回答 好 我已经看到了正确答案 那这里呢 我要请工作人员帮我确认一下 谁是第一位回答的幸运观众 好 那我们进入 我们工作人员在准备 第一位幸运观众的时候 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准备好 仔细听好 第二个问题是 刘芳源的设计是依照了哪个苏州园林 开始 请打字在对话框 好 大家都非常非常积极 非常积极 OK 我已经看到了几个正确答案 有请工作人员 把我们确认第一位 第一位的幸运观众 说明他们听讲座非常的认真 还做了笔记 非常感谢 恭喜两位 关于领票呢 请两位幸运观众呢 直接和我们的嘉宾王凡联系 之后呢 我们会工作人员也会给您 把确认的恭喜的 私信 请您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 好的 那时间差不多了 最近入冬了 天气非常的冷 希望我们今天有温度的讲座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的温暖 有些朋友呢 又未尽 刚才也在私信问我 私信问我 还有下一期呢 我从内部掌握的信息呢 是yes 我们有的 在这里呢 有请王凡 给大家再剧透一下 谢谢 好 那今天我想大家是初步了解了 中国园的建设过程 以及中国园的艺术畅想 其实在整个建设过程中 涉及到了很多即将 即将失传的古法工艺 那而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是 我们中国千年文化的精华 那我们下期会特别邀请 我们Huntington Library的 测绘专员Katy Chu 为大家展示这方面的内容 那即使您不懂建筑专业 也不要紧 那听听Katy给我们讲讲 这些古建筑里面的门道 也是一种文化的享受 那另外呢 我也是准备了很多Huntington 特别是中国园举办的活动信息 那让您可以发现更多参与到 Huntington中来的方式 好的 谢谢王凡 非常期待下一期的讲座 更多的讲座信息呢 会尽快公布 同时呢 大家可以扫一扫 屏幕中的两个宝藏二维码 左边的二维码呢 可以扫码看 唐老师的完整视频 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 分享 支持 谢谢 右边的二维码呢 可以加微信 进我们的活动微信群 掌握活动的第一手资讯 如果您有更多问题 也可以在群里提问 谢谢 好了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活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